領先陳其邁 還好還好 這個年份的比較不投票 我下看 我下看我告訴你 60歲以下 30歲 40歲 50歲 這三個時代的經濟選民 比較有經濟實力的選民 幾乎都一面倒挺韓國瑜 所以TVBS民調看得出來說 這一次的黃金交叉 我為什麼一開始強調說 我跟韋翰前兩天聊到這件事情 沒有想到會來的這麼快 當時韋翰說大概一個禮拜 我們大概是一個禮拜的時間醞釀 一二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四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五 二 三 四 五 六 三 五 六 八 七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七 八 八 八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六 六 七 八 六 七 八 十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六 七 八 六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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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六 七 八 六 七 八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五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五 六 七 八 五 六 七 八 五 八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七 八 三 三 四 五 五 六 七 八 四 二 三 四 四 一 六 七 五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十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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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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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六 八 三 二 五 3,4,5,6,7,8,4,2,3,4,5,6,7,8,5,2,3,4,5,6,7,8 3,4,6,7,8,2,3,4,5,6,7,8,2,3,4,5,6,7,8,2,3,4,5,6,7, 王世堅 這兩天不是最新的發音流出來了 他說韓國瑜不可能贏的嘛 在高雄短短時間下去錄軍 你根本沒有辦法深入到高英等多的地方去 那個說服林長和出長啊 還有這個包括是一市議員啊 去提名韓國瑜 所以韓國瑜不可能贏乘其賣 可是這個王世堅真的這樣 他如果贏乘其賣的話 那他不去跳韓一次啦 王世堅上次八強這一種類似的好語啊 已經要追溯到十年前 四 五 六 七 八 沒關係 太平洋沒有蓋蓋子 OK 隨便跳 所以他可能想要靠自己跳 為什麼因為這樣就投韓國瑜了呢 所以你說假決是不是在幫馬龍泰國 有解 特復之谷還沒有 我認為搞不好是大絕術的沒錯 我想 一個選戰我們像陸海空來講的話 這個網路搜索的我們講是恐軍 然後那個英勇軍的底下很多是水軍 對不對 還在捍衛 那真正要打到對決還是要地面部隊作戰 陸軍 陸軍 韓國瑜還是我覺得有要打屁的地方 是 因為就像韓國瑜自己說的 他會吃素的 那你去成績板吃素嗎 當然不是啦 是 所以這個TBPS做的這個影片還蠻有趣的一點 就是說 你如果看他的支持度的話 韓國瑜是42比35 他是贏過了這個成績板 可是 韓國瑜用一個區變分析法去分析 如果到最後投票的時候 畫作為投票行為的時候 兩個人居然是無搏 就49比49 所以你的支持度在這裡吃香 但是並沒有畫為你是選票 那這個當然是有一個計算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這一次網路戰 其實一開始說 空軍大大的亂七大招 比如說像這個陳其邁的這一邊 就有人自己講說這個網路的這個 志願者就幫韓國瑜做一個帶我回家的影片 然後馬上就起敵說他裡面的影片 確實是有顯人家直接剪片亂象 那我的態度都跟你一樣 如果你今天有設計照抄襲 我講說這是不對的行為 那可是網軍開戰就是怎樣 你今天起敵我對不對 那我就起敵你 今天網路講說這個影片的原創者 就這麼講 馬上就有人自己講說 你怎麼會是林甲龍競選總部的人 那是不是呢 我跟你講 這陰謀論就很多 有人講說 哎呀對呀 搞不好第一個 是韓國瑜的志願者做的 按不小心給他聽說這個影片 第二個陰謀論就出來說 搞不好是綠營的人故意做了這個影片 然後我們拿這個議題來打韓國瑜 所以你可以在網路上面 其實各自的影片就開始有攻防 那你說像陳其邁他們要告這個 所有的網路小編嘛 告這個韓國瑜這一邊 結果馬上有人去找這個 陳其邁說 好啊 你都說人家夾張 我來看看你的發文 按讚數裡面有沒有夾張 結果陳其邁的影片發布上去的時候 那你家知道話裡面一大多有 就是英文名字的 然後還有阿拉伯文的 還有其文文那個名字 那通通在上面按讚 結果還去問陳其邁 結果有人直接在陳其邁 那個打勾勾 男生小勾勾代表是他的專屬喔 還有他他說 哎 你這件事情 現在就在問問問問 你知道那個下面怎麼回答嗎 這個是被攻擊 結果我們又還繼續跟阿偉喔 以前攻擊都是癱瘓你的網頁 要嘛就是在你上面 先用按讚來攻擊 對 用讚來攻擊你 結果你知道他的小編還繼續會說 如果是這種奇怪的名字按讚的 就是攻擊 那大家就覺得說 那你在那邊把這些人一起告一告 你怎麼只告這個 可是我講一個 因為昨天他就跟我說 哎 人家因為你選過 像韓國瑜之前不是有講說 韓國瑜有很多地方被打壓 然後進不去阿 我跟你講其實這種打壓前幾年很多 你記得之前的新北市的時候也是這樣 朱西偉要選的時候也是講說 很多地方我不能去 為什麼 行政資源其實很好用 你這樣告訴大家 講說行政中立 意思就是我這個道路的辦公室 限決你參選的進來參加期就可以了 所以在高雄這種情況非常非常多 那你說限決參選的參加 那現任者可不可以參加 那開始一個黑天的議員嘛 對 你那些人都可以參加 所以我跟你講 今天當下韓國瑜到那種狀況 在選舉的時候非常非常多 比如說我當年齁 最近有一個 社會的這個 徽章 那時候就來找我 然後他就來找我的時候 他就講說 欸 人家我跟你講齁 其實我 你和我的社會 下面兩三百個 我可以幫你找金主 然後他們都超喜歡你的 我幹嘛的 這樣子這樣 那他當初的事情就是這樣 叫我辦桌 請他們吃飯 那他們就會支持我 講什麼 是選戰蟑螂嗎 欸 那我聽吳馨我講完齁 然後他一跟我講說 我告訴你齁 某某某現在在當立委的那一個齁 他說某某某 當年就是我幫他的 喔 他的金主現在幫你找的你知道嗎 那小... 2 3 4 5 2 2 3 5 3 2 3 2 3 2 3 4 4 4 2 3 4 5 5 2 3 4 5 6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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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6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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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5 6 6 6 5 6 6 7 9 6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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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9 9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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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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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而且這些人會慢慢變得越來越 不過你剛剛講的這些是基層嘛對不對 可是呢台灣呢 台灣的選舉嘛 請講 它有一個邏輯 那個所謂的基層就是派系 那我必須想要就 這個呢 就是蠻久這個上來的經驗了 他為了要不要被派系捆放 所以呢他跟派系是切割的 果然也就切得哩哩啦啦啦的對不對 可是這一次呢我們在看的時候 派系到底在高雄的一個 支持的一個傾向是什麼 這是很重要的 你看我是高雄縣人 其實呢跟這個高雄縣的這些政治人 我都還滿熟的 我大概在一年月前 我跟一位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我在私下聊韓國瑜的選舉的時候 他說 欸 過去我跟妳講 韓國瑜只有空軍啦 他根本沒有陸軍啦 國民黨的派系都沒有在動 這樣而且不會動 我就跟他講 我說你要瞭解派系哦 我聽到的消息是 最近要弄了 就剛好在一個月前 結果大概就沒有隔一個星期的時間了 那麼這個是白派的大佬 蕭漢俊 就宣布他要聽韓國瑜了 本來我先講一下 為什麼這位立法委員 他會這麼篤定說 整個國民黨在地方上面的大佬 都不會動 因為他們知道 民進黨的高層 跟這一些高層關係好得不得了 你知道蕭漢俊最一次在選 這個農櫃的總幹事的時候 誰提到 那個陳菊 2 然後呢 王金平長期跟陳菊的關係 2個好 蕭漢俊其實跟王金平 其實有蕭漢俊作為王金平 很重要的這個支持者 其實已經三十幾年了 所以他們的關係是輕微密切的 然後我們另外還有一個在高雄縣 很重要的問題 其實民進黨原本的縣長 但是後來在上一次選舉 代表國民黨選的 楊秋昕 他雖然是黑派的 但楊秋昕呢 他是沒有辦法不挺陳其邁的 因為上次他選舉的時候 陳其邁得罪了陳菊 然後去挺